可以看到奥德萨天空被炸弹火光染成一片局 乌克兰军方表示奥德萨机场遭飞弹损毁已经无法使用 而奥德萨是乌克兰海军总部所在地 不过乌克兰也回击 国土防卫队释出了影片宣称 乌军在哈尔科夫19母成功袭击一列俄军战车车队 另外因为乌尔战争让瑞典芬兰加入北约的可能性大增 俄罗斯威胁增加 俄国当然有动作 瑞典国防部证实礼拜五一架俄军战机侵犯了他们的领空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赶紧订阅开启小铃铛